好,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拍视频是我经常纠结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到底拍摄时需不需要用到监视器 那么什么是监视器 就是一个更大的屏幕能让你看看我们相机拍摄的画面 那么这是我对监视器一开始的了解 之前都是拍摄婚礼和活动为主的拍摄 所以呢,对监视器的印象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更大的画面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自从我的拍摄开始涉及更多商业广告 加上我去年开始在B站上载更多的教学视频之后 我开始使用监视器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五个你必须使用监视器的原因 然后我也会列举三个原因 什么情况下我不会使用监视器 今天我使用的监视器是Desview的R73监视器 就是7寸屏幕的监视器 相较于那些5寸的监视器 我更喜欢大一些的监视器 那么要如何设置监视器 很简单,只需要使用我们HDMI的线就能连接了 而且这款监视器还能支持使用索尼MPF970系列的电池 而且是有两个电池槽 这样子就比较能长时间使用我们的监视器了 那说到大屏幕 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必须使用监视器的原因 那就是相机的屏幕 大多数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当你要去看画面调整你的构图等等时 是比较不方便 装上我们的R73监视器后 整个画面更容易去看到 它是支持4K 50帧率的画面传输 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这些引导线很容易让你可以判断你的构图等等 这些都是原本相机屏幕做不到或者是比较难去打开的功能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焦 随着现在的相机自动对焦系统越来越好 很多新手小白基本上很快就能熟悉上手 我们对焦系统了 这是好事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反而这样子 更加会忽略对焦的方式和准确度 那么如果你用监视器的话 R73的屏幕够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更加精准的看到我们的对焦 然后也可以借用峰值对焦的这个功能去判断你是否已经对焦成功了 那么峰值对焦其实是在相机里内建也是有的功能 但当我们把这个峰值对焦配上我们大屏幕的监视器时 就更加容易看到正确的对焦了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 那就是曝光 因为好像我用了索尼相机的屏幕 说真的不是不好只是可以更好 尤其是在检查曝光上 你的屏幕的亮度其实会影响你的曝光正确的 尤其是在户外时阳光太刺眼太亮时 我们的荧幕上是很难看到准确的曝光 这时候这百事月的监视器里的直方图就很方便我们检查曝光了 直方图尽量让整体保持在中间 如果是拍摄索尼的S-Log或者是其他相机Log的格式的话 那么就偏右一些曝光 最后到曝光呢我们就要提一下我们这个Desview RC3的 它的屏幕亮度是2800nit 非常非常亮 尤其是在户外时绝对不会像索尼相机那样要靠猜的方式 去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的曝光 一些很重要的拍摄时你绝对不要拍得欠曝或者不过曝 这样子就非常非常不好了 这时候呢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Desview的监视器呢 去观察到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曝光 那么除了直方图 当然还有斑马纹 但是其实我最推荐大家使用的其实是这一个尾色彩 这是我觉得判断曝光最准确的工具 画面会像这样子由颜色去取代每个画面上的亮度 每个颜色代表呢是不同的曝光值 如果过度曝光呢就会呈现红色 正常的人脸呢曝光只是大概7属IRE 就是大概接近黄色的部分 太蓝的颜色部分呢就是欠曝了 那么结合尾色彩和直方图呢 就能更加准确的判断我们的曝光了 但是其实很多人误解是以为用尾色图 就只是一直盯着尾色图去看 其实我们是需要打开我们尾色图之后 然后呢比较跟我们的原始的画面 这样子我们才正确的判断 当下的那个画面的哪一些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让它过曝 或者是有些部分呢是让它更加暗 是无所谓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个画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里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灯光 所以是非常暗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画面 比较暗一些是没问题的 不需要特地为了右边的那个提亮呢 而导致我整个人呢是过度曝光 接下来第四个就是 如果你经常拍摄Log格式的话 DeskView监视器呢 会有这个内建的Log直接在上面 可以帮你转换成Rex 709的格式 也就是把我们画面呢 还原成正常的色彩和对比度的格式 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去判断一下 你这个画面拍摄出来之后 会是长什么样子的 或一片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难判断 最终成品呢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内建的Log呢 是真的真的不错 接下来第五个就是 当你拍摄一些商业广告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你的顾客或者是甲方看到更加大的画面 方便他们实时判断一些细节的问题 或者决定一些小屏幕上看不到的细节 因为真实世界的拍摄里 小屏幕的拍摄和大屏幕去观看时的拍摄的感觉是天差地别的 那么你绝对是要在拍摄时就让大家决定好前期拍摄时的重点 因为如果你要等到后期再来修改时 那就非常麻烦了 那么接下来我也说说三个 为什么我偶而不太会使用监视器的原因 第一就是重量了 有些拍摄是需要快速移动和尽量轻量化你的器材 比如说婚礼拍摄时 这时候如果你是相机加在稳定器上 还要加上一个监视器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实际了 因为你想想稳定器已经不轻了 相机机身重量加上镜头 而且你必须拿着这个机器拍摄一整天 那个重量可想而知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是监视器需要一直去更换我们的电池 一样的和相机是需要换电池 但是监视器的电池是比较大 而且消耗的更快 就需要准备更多的电池 直接导致你携带的器材数量更多更重了 那么第三就是如果你太依赖监视器的话 那么没有监视器的时候 你难道就不能利用相机的屏幕来判断了吗 这样说吧 你必须要学会使用监视器 那是你摄影路上必须成长的过程 但是相机本身才是你摄影的真正基本 所以偶尔我也不会使用这个监视器的情况下去拍摄一些视频 让自己熟悉相机本身的功能与限制 毕竟相机就是我们摄影师的武器 一定要好好了解它的能力范围和它的极限了 好了总结来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款Nexview 百事越的这款R73监视器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多拍摄教学类的视频 又要可以自己实时拍摄时判断我们的构图等等 所以对我来说监视器已经从辅助器变成必持品了 当然在你们的摄影道路上会有非常多的摄影器材 你会积极到底需要哪一样 才能增进自己的技术 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特意去购买一件器材 等你在拍摄时已经用尽所有的方法 但还是解决不了那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你需要真正购买额外器材去帮助你的时候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一键三连 然后呢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接下来还会有技术更多摄影教学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见